长久以来,人类跟病毒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然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研发出了许多疫苗 来阻止一些疾病的扩散,比如说天花、B型肝炎、流感 所以疫苗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道理是蛮简单的 普遍上这些肺炎、流感、还有这个所谓的天花 它们的疫苗呢,就是灭活疫苗啊 当然我不是病毒学家,我也不是医生之类的啦 但是以我一个普通人对这个疫苗的了解就是呢 疫苗它本身啊,它就好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要考试了啦,然后你会翻一些历届考题啊 比如说今天2021年嘛,你会翻一下2020年初的考题 2019年初的考题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疫苗也是同样的道理哦 你把我们身上每一系统想成是一个学生 然后他每次遇到病毒的时候就很像一场考试啊 这个疫苗就好像历届考题啊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种好新冠肺炎啊 然后他康复了之后呢,身体就有一些抗体嘛 然后这些药厂啊,就收集这些人的抗体啊 还有一些死掉的病毒的标本啊 来做成一个疫苗 这个疫苗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学生所翻看的那种历届考题啊 所以这个疫苗啊,打进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吗 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他就知道,哦耶,这个是一种新的病毒 他就读咯,哦,这个病毒的特征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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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你的身体遇到这种病毒的时候呢 你的免疫系统就可以更有效的对付这种病毒啊 所以疫苗这个东西呢,对人啊,是百利无一害的 我是这么认为啦,你可能不认同,但是没有关系 我发现到在马来西亚开始,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呢 房间就有很多声音啊,讲什么 哎哟,怕这个疫苗也有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啦 然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啦之类的 其实呢,每一种疫苗都会有副作用 然后每一种疫苗都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但是呢,这个风险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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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冲凉的时候呢,你滑倒撞到头的几率啊 是1%的话呢 那么,这个1%的风险也没有办法阻碍你每天都冲凉 对不对呢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风险 而且像所谓的这个副作用呢 我觉得,在我的看法啦,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副作用 那个是呢,当我的免疫系统啊 它遇到一些外来者,像疫苗啦,病毒啦,细菌啦 这些都是外来者,原本我们身上没有的东西嘛 他遇到这外来者呢,他就会做出一些反应啊 他做出反应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烧咯 你就会可能喉咙痛咯,可能口渴啊,冒汗啊,之类的 心跳很快,之类这样子的一种症状啦 就是,所谓的过敏的症状啊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它在做出一个排异的反应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啦 然后,媒体呢,就很喜欢播报一些坏消息啊 比如讲啊,有人中了疫苗,然后之后死掉 然后,这个中了疫苗又有什么副作用 那个接中了疫苗啊,脸歪掉 所以,这样的东西啊,你看到媒体不断的报导 其实是有媒体背后的动机啦 因为媒体嘛,媒体就是要吸引你的眼球嘛 你的眼球去看嘛 如果他跟你讲,哦,疫苗好棒哦 哦,所有人都没有副作用 全部,嗯,很好,happy ending 如果他讲这happy ending 谁要看这种东西 所以,人性就是这样子 人性喜欢看这种坏消息 所以,媒体就播这种坏消息 有怎样子的民众就有这样子的媒体 所以,我觉得疫苗这种东西啊 你可以打多少就打多少啦 比如讲啊,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常见是B型肝炎嘛 A型肝炎比较少见嘛 但是,如果你时常吃一些海鲜 或者你时常去外国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比较脏的地方 这个A型肝炎的这个疫苗 你也是要打,你知道吗 所以,疫苗这种东西啊 流感疫苗也好 肝炎的疫苗也好 那个新冠肺炎的疫苗也好 有疫苗不是打咯 你们想要多干什么呢 而且,有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就是啊 我们现在正在跟这个病毒赛跑,你知道吗 病毒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当它传播的越多是吗 它就更有机会变种 比如说你有一个养鸡场 你有一万只鸡啦 然后其中有一只中了流感是吗 它就传,传,传,传 传到第一千只的时候 突然间它变种 然后传到可能第五千只的时候 又变种 所以就变成这个病毒越来越难控制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 你的养鸡场全部的鸡 一次过快快的 全部有疫苗 这样子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跟这个病毒赛跑 不可以输给这个病毒 因为这个病毒传到传到又变种 传到又变种 所以我希望各位啦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尽快去注册啊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疫苗接种计划 我本身是第一时间我就注册了啦 所以请帮帮你自己帮帮你身边的人快快去接种疫苗 所以我要感谢我这个服装赞助商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啦 他sponsor我的一件衣服 这个牌子是Movement的 你们可以去Shopee找一找啦 这个衣服呢 像我这种这样容易流汗的人呢 我穿这种衣服是非常的适合啦 因为这个它非常的透气哦 那个汗水呢 它一碰到这个衣服的布料是吗 它很快就干掉了 所以就给我一种很干爽的感觉 而且呢 这个衣服很难得就是哦 它的布料很轻哦 你穿在身上你不会觉得有负担啦 因为有一些像比较厚重的这种运动服呢 你穿的就会感觉啊 好像很重这样啊 然后你跑步的时候 你感觉有一个负担在那边 然后像这个就完全不会咯 然后好像蛮便宜的啊 这个因为它送我的我也不懂多少钱啊 好像是一件好像少过60块之类的吧 所以呢 你们可以支持一下我的朋友 支持一下Made in Malaysia的产品 支持国货 让我们的国家经济起飞 Thank you